各位听众观众网友大家好 主内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这里是浩然世界 我叫王浩然 那么今天是2020年4月22号星期三 北京时间晚上 现在北美时间现在是下午 好 那么呢 我今天呢 已经做了两个节目 这个两个节目都围绕一个什么主题啊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这次 世纪大瘟疫以后 世纪大瘟疫当中 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这个社会 我们这个社会呢 现在呢 就是变成一个脆弱的世界 我们这个社会呢 变成一个脆弱的社会 那么现在呢 我现在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是脆弱的文明 好 那么呢 我们人类社会啊 这个有几千年历史了 你可以从这个 那个古埃及 然后呢 古印度 然后古罗马 古波斯 然后呢 古代的中国 那么在这些文明当中啊 然后呢 每个文明都有它的这个脉络 那么每一个文明啊 生生不息 有的文明啊 比如说古埃及的文明 古希腊的文明 他们呢 原来那个帝国啊 都瓦解了 都消失了 可是他们遗留下来的文明呢 有的是残缺不全了 那么呢 在这个古印度啊 传了一些文明 到现在 我们对古印度的文明呢 啊 比较知道的 他们就是 这样那个 Yoga Right 还有印度人信很多的啊 信很多的神啊 那么虽然没有直接考察过印度 但还知道印度人 他们也还 对他们的信仰 还是比较敬虔的 然后呢 印度人做事呢 这是不慢不快的啊 这是他们这个 他们这个文明 一些特点啊 那么还有一些 其他的文明啊 比如说基督教文明 那么基督教文明 在这个耶稣诞生以后 然后呢 他把这个 就是说在地上 进行了教导啊 宣教啊 然后呢 建立他的教会 然后 然后呢 这个耶稣呢 为这个 他就被 这个他们的犹太人啊 这个迫害 然后呢 借助罗马人的手 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就是在 就在这个 就在圣经里记载啊 然后呢 这个耶稣 他就是那位弥赛亚 然后 来了以后 在地上 为人的罪 死在了十字架上 完成了这个救恩啊 这个呢 就把这个 他死了以后 第三天又复活 复活了又升天 以后会再来 这个呢 就成为基督教 教义的核心内容 那么这个基督教文明呢 在过去的 大概是 两千年的时间里啊 OK 基本上把这个 其他的文明啊 就是有的 把过去的文明给吞噬了 有的过去的文明呢 就是说 他们过去的文明被弱化了 所以在过去的 就是 这两千年以来 基本上是一个 基督教文明的新王室 那么现在呢 就是这个 这个 各种各样的文明啊 都我认为啊 都变得脆弱了 那么呢 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呢 你会看到啊 就是说 我们大张旗鼓的 宣扬的中华文明 OK 那么这个中华文明啊 很多文明都消失了 可是中华民族 因为它的文字 因为它的地理啊 还有中华民族 华人呢 这个反吃能力特别强 那么呢 所以呢 一直言言不息 可是这个文明 现在也变得脆弱了 对不对 我为什么 我说的为什么脆弱了 咱们说第一点啊 本来这个中华文明啊 它后来是孔孟之道 哎 道教啊 还有其他的各种 各种这个宗教啊 还有这个 这个这个教会啊 它一直是 良善的 结果呢 那么这个良善呢 就后来呢 成为这个 成为这个 这个社会的一个复杂 孔子 孟子 教导的这个东西啊 面对西方文明的时候 就是没法去征战啊 就啊 就没法对抗 没法对抗 所以呢 那个那个文明是 不制造枪炮的啊 不制造军舰的 哎 那个文明是科举制 哎 它不那个 进行科学研究 探索 所以呢 那个文明就是 就是那个时候就 弱化啊 那么还有呢 一个要点哦 在人类追求这个 大统一 大统一啊 对不对 共产主义 那么这种思想和中国的中华 中华民族的大统一思想啊 这个是非常一致的 哎 那么因为这个思想 加上暴力革命 哎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然后共产党呢 在中国就 都获得1949年 三个世纪啊 你现在70多年了 就是在在 就推啊 推翻了中华民国 把中华民国赶到了台湾 然后在大陆主体上 获得了政权 而这个共产党啊 这个政权啊 实际上 哎 他就是让整个的这个 中华民族这个文明 很多的文明啊 都是毁于一旦啊 毁于一旦 那么重新用共产党 这个啊 共产主义 列宁主义 哎 这个毛泽东思想啊 把 让代替 过去的中华民民 而这个呢 受到了 严厉的挑战 而且是呢 差一点 脱崩瓦解 那就是说呢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啊 在1999 应该是1989年 六四事件 再加上 玻璃墙的倒塌 加上苏联的瓦解啊 这个呢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应该说是当时的时候 这个意识形态 还是突崩瓦解的 那么这个事呢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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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说 中华文明啊 就这么多脆弱了 那么现在呢 咱们再往下来伸 伸说啊 那么 等人类啊 它在科学上有进步 那么科学在发展 他们过去 人类自己 不能认识自己的 现在开始认识 然后过去 不能做的事情 现在很多东西 都可以做了 你看呢 最简单的 我们过去造这个 造这个手表啊 然后造出收音机来 然后在日本人 发明了个电 这个无线电啊 爱迪生发明了电灯啊 OK 然后呢 这些呢 都很好啊 大大改变人们的生活 我们甚至发现 就是制造这个 smartphone啊 这些电话 我们可以通讯啊 这些东西都很棒 但是任何的科学技术 进步都有它 巨大潜在的危险 那么 什么危险呢 等我们在科学上 进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们开始认识自身 认识这个 我们这个自身的这个 基因 我们的遗传物质的时候 那么我们同时也认识到 我们的危惯事业 病毒细菌啊 然后这些病毒细菌 怎么动 怎么弄 就可以危害人类了 就可以人 指对方已死定了 还有呢 这些病毒细菌啊 如果在这个原始状态的时候 如果人们的交往 交通不这么发达的时候 就是这个病啊 传给某些人的时候 非常在区域里面 就停滞了 可是现在啊 人们交通太方便了 然后交通太发达了 人们的交往是一个地球村 OK 我们叫做这个全球化 全球化 就这个原因 让我们这个文明 变得更脆弱了 我们现在的 基督教文明 带来了西方文明 那么西方文明 表现的是发达的资本主义 科学技术 文化 历史啊 然后这个 军事啊 这个通讯啊 方方面面的 而这个文明 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 这个 这个首约的基础上 建立在就是说 人们和人们的交往 有限度的基础上 而且是建立在 基本上都是说 能够讲理的人 能够讲理呢 有共同理念 共同价值观的人 如果说有一部分地球上 有一部分人 他们的价值观和这个不一致 他们如果他们比较弱 他很弱 比如说非洲的 坦桑尼亚 非洲的浩旺角 对不对 或者说一个边缘的澳大利亚 一个边缘地区 对这个猪体文明 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可是随着这个地球 一体化 这个产业的转移 然后呢 社会分工 那么这样的社会分工 然后让这个亚洲 具有十亿以上人口的 中国和印度起来 那么这个中国和印度起来 这个呢 特别是这个中国 融入这个社会 这个西方这个主体 地球的生产体系 然后中国人可以到世界 可以基本上 自由自在的旅行的时候 中国的产品 可以随便卖的时候 中国的价值观 就是说党的价值观 党文化 我们现在讲文明的嘛 这个不见的是文明啊 这种东西啊 然后拿到这里来的时候 那么问题就大了 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西方文明 正在被留意 全球化的原因 随着这个媒体的传输 还有人自私追求利润 然后呢 这个不管你好也好 坏也好 能让我赚到钱就好 你让我舒服就好啊 这华尔街啊 就基本上被买掉了 就没买掉了 虽然这个华尔街 还在美国啊 在纽约 但是他们服务的对象 很可能已经不是美国人 OK 也不是CO的人 而是能够给他们钱 买一下他们的人 那可能是在中国 OK 所以呢 那么现在这个美国 他这个我们这个基督教的文明 现在正在被破坏 今天这个被破坏 我们基督教的价值观念 基督教这个价值观念 那么呢 可能很多人就有动摇 然后呢 真的禁不住 这么庞大 这么强烈的 用金钱 用这个宣传媒体啊 然后用这个微信啊 还有这么多的 专门掏出大笔的钱 买这个五毛啊 然后买这些水军来去进行这么大面的宣传 尤其华人里面 这样的文明啊 正在越来越难以坚持 说真话 讲实话 然后向正来 向善 这样的人越来越难 越来越难 所以呢 我们说呢 就是说这个文明越来变得越来脆弱 整体上的下降 整体上下降 然后越文明的可能 越困难 越困难 所以呢 我们确实 谈到这个时候 我也特别愿意 为神的国度祷告 为神的国度祷告 我们相信 正义 能够取胜 而不是邪恶 好吗 我们现在做一个祷告 我们相信 确实有一位真神 他创造了宇宙的万物 包括我们的太阳 我们的地球和月亮 他又兴起 兴起文明 兴起不同的文明 那每个名人都有他的合理性 但是在两千多年以前 人类的救世主 耶稣 他以爱的身份 以自己的牺牲的身份 为我们世人 刺在十字架上 他也塑造了社会 塑造了整个人类的文明 但是这个文明 也现在面临着严峻的条件 你是内部的问题 还有外部的冲突 我们的神 求你保守看护 赐给我们力量 在这个时候 让我们定睛 仰望你 往前走 也让文明的脆弱 经过一个时代 变得坚强起来 让基督教文明 再次兴起 我们一同盼 耶稣快快地再来 以上祷告 奉爱我的主 耶稣基督名 阿们 OK 希望我的 今天这个分享 我脆弱的文明 能给你带来一些思考 也让我们共同思考这个问题 也让 虽然经历这次瘟疫 也让我的文明 不至于消失 而让我们有一个反思的机会 大家通信协力 然后一同来构建 我们新的文明 好 再见